最新數據顯示 失業率降至50年來最低水平 根據政府公布的最新數據 全國失業救濟金申領人數 降至50多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拜登政府認為 這說明了總統的經濟政策 正在發揮作用 勞工部報告稱 上週有18萬7千份 新的失業救濟金申請 經過季節性調整之後 為1969年9月6日以來的最低水平 截至3月12日的那個星期 領取常規州失業救濟金的人數為135萬 這是自1970年1月3日以來的最低水平 兩個數字都比之前一週有所下降 總統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這個歷史性的進步並非偶然 而是致力於從下到上發展經濟的戰略成果 每週的失業救濟金申請數據表明 在2020年3月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公司裁員失業率飆升 之後新的失業救濟金申請和失業率都在下降 拜登試圖將這個功勞歸功於自己的政績 因為他的支持率 在通脹到達了1980年代最高水平之後 受到嚴重影響 總統表示 雖然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要應對全球通脹挑戰 美國經濟是有著獨特的優勢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